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跟第四段 好一开始他说 When I gave him water The bag he carried dropped And things inside fell out on the grass 好我们看这一句 好一开始呢就有一个时间副词子句 由when这个临阶词所引导的时间副词子句 好那这子句里面呢有主词 主词是什么呢 主词就是I 好他说呢当我动词呢 Give him呢就是受词 对不对 当我给他给他什么呢 给他水 好所以呢这个子句里面 我们就看得出来这个 when在这边呢 它是一个连接词 后面接主词 在接上所谓的动词 这个give我们知道它是个授与动词 好所以呢后面必须要接人 当他的间接受词 那water就变成他的直接受词 所以呢当我把给他水的时候 好什么时候给他水呢 就是当我给他水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the bag 好是这个句子的主词 好那这边要特别注意到 the bag是主词 对不对 其实呢这边呢 省略掉了一个关系代名词 which 或者是that 都可以的 好那这个which跟that呢 这个关系代名词指的 就是前面这个先行词 就是我们所谓的前面的带子 所以呢他所攜带的那个带子 好那我们看看这个字叫做carry 好那carry这个字呢 当作动词的时候 可以当作几乎动词叫做膝带 那同学要注意到的呢 是这个膝带啊 膝带呢它是属到动词三态 因为它是y结尾的 所以当我们在写它的过去式 或者是过去分词的时候 不要忘记了要把y去掉 再加上ied 我们就念成carried 好所以呢他说呢 when I gave him water 当我把水给他的时候 the bag 好那bag这个字呢 相信很多同学应该都已经知道了 bag这个字的意思呢 它是当作名词 叫做带子 好那带子呢 我们常常用的台湾呢 过去曾经呢 常常在使用的塑胶带 造成了很多环保的问题 现在呢也越来越多人呢 开始呢在减量 这减量塑胶带 就是塑胶带 英文就念成plastic bag 好那这plastic bag呢 注意哦 它的发音要特别注意到 它的拼法跟发音 跟另外一个字很像 那个字就是bag 一个是e开头的 念蝴蝶音的a的音 因为e是念a的音 比较不随 嘴巴比较扁平的 所以一个念成bag 你跟念成bag 好不太一样 那这bag呢 好就是带子 bag就是乞讨 那乞讨这个字呢 我们可以衍生出来 有些人呢 他因为生活比较困顿 他流落街头之后 变成bagger 那bagger这个字呢 它的意思呢 我们中文就叫做 所谓的乞丐 所以呢 它说呢 这边的the bag 这边呢 就是主词 好那动词在哪里呢 注意哦 这边是由一个witch 所引导的一个关系子句 所以呢 他说the bag which he carried 好从witch开始 一直到这个carried 这整个 它是一个关系子句 用来修饰前面的the bag 哪一个袋子呢 世界上的袋子这么多 你讲的是哪个袋子呢 原来就是这个脸 被头发遮掉一半的 这个奇怪的男人呢 他所戴的那个被 那个袋子 好所以呢 他那个袋子怎么了呢 好动词在这里 动词就叫做drop 好这个动词 drop这个字 好那drop这个字呢 它其实它的意思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 drop这个字呢 当作动词的时候 它是一个不吉武动词 也就是说我们后面 呃那个 呃不接受词 但是它本身 也可以当作吉武动词 例如说把什么东西给弄掉了 也可以用drop这个字 当作吉武动词 那drop这个字呢 除了当作动词之外呢 它还可以当作名词哦 当作名词指的就是 一滴两滴的滴 所以呢我们知道呢 当下雨开始下雨的时候呢 会有雨滴 雨滴的英文 我们就念成所谓的raindrops 好这个时候的drop 我们就加上一个s 因为雨滴有很多点 好所以它说呢 当我把水给它的时候呢 它带的那个带子呢 掉了下来 and things inside failed out on the grass 那我们看thing这边 各位有看到吗 这个thing这边呢 其实呢 它前面呢 省略掉了两个字 这两个字呢 就是which word 那为什么是用word呢 因为它的先行词是things things是负数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which就是 关系代名词 先行词就是thing 所以这个which 其实指的就是这个things 它是负数 所以我们用负数的动词 那因为这件事发生在过去 所以我们逼动词就要用word 所以说呢 那一些在里面的东西 inside就是在什么什么的里面 这边是inside the bag 在那个带子里面的东西 怎么样的呢 动词在这边用fail fail这个字 来我们来看看fail这个字 其实fail这个字呢 在这边呢 它是一个所谓的过去式动词 它的动词是哪一个字呢 叫做fall 那fall的意思呢 本身叫做掉落 那各位同学不要忘记了 这个字的动词三态 是属于不规则变化 念成fall fail fallen 好那我们这边的课文里面的 文章里面呢 叫做所谓的fall out 它的意思指的就是掉出来的意思 所以呢 它带子里面的东西呢 掉出来了 掉在什么地方上面呢 好这边on the grass 又是由一个介细词on 所引导的地方副词片语 它在这边呢 用来修饰 它掉东西掉出来 掉在什么地方呢 掉在草地上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七句 它说 I saw a rope a knife and a baseball bat 好 所以呢 它说呢 我看到了一条绳子 a rope 好 那rope这个字呢 同学稍微记一下 它的意思呢 我们中文呢 把它翻成所谓的绳子 还有除了绳子之外呢 还有什么东西呢 还有一把刀子 好 那刀子这个字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要特别注意到的 它的发音哦 在这边的k 我们是不发音的 因为呢 它这边后面 nrfe 我们念成knife 那k是不发音的 那这边要特别注意到了 提醒同学的是 当这个knife这个字呢 它是当作单数的时候念knife 但是它复数的时候 蛮特别的一个地方 我们要把fe 这字位 要把它改成ves 这是它特别特别 要注意到的地方 那其实我们英文里面呢 这种fe结位 复数名词改成ves的 其实呢 还蛮多的 好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来我们说呢 太太 叫做wife 对不对 那太太呢 叫做wife呢 我们说太太们 我们就念成wives 野狼 叫做wolf 野狼呢 很多的野狼 我们英文就念成wolves 例如我们说的树叶 念成leaf 那很多树叶呢 我们英文就念成leaves 另外一个 我们也常见到的 我们就叫做shelf 书架 那书架的那个 架子的负数呢 叫shelves 好 像这些都是fe 或者是f结尾的 它的负数呢 不要忘记了 我们都要变成 所谓的ves 好 有一方面就是因为它比较好发音 加了s的时候 比较好发音 所以我们在f或fe结尾的时候的负数 不要忘记了 要把它改成ves 好 所以我看到了一条绳子 一把刀 还有什么呢 a baseball bat 好 那这baseball bat 指的就是棒球棒 好 接下来 the strange thing was that there were also a woman's shoe and a ring and I'm sure they were not his 好 我们看看这一句 好 the strangest 我们先看看这个字 这个字呢 念成strange 那strange这个字呢 它是名词 中文 我们翻成奇怪的 那我们知道呢 形容词呢 通常会有所谓的三态 一个是原级 一个是比较级 另外一个是最高级 那这边各位有看到了 最高级前面 我们习惯 要在前面加上一个the 所以他说呢 最奇怪的事情是 是什么呢 来各位有没有看到 他这个was后面呢 接了一个由that 所引导的名词子句 在这边当作一个主词补语 所以说他说呢 最奇怪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这件事情 好 什么事情 there were also a woman's shoe and a ring 他说呢 there were 好 那there were 这个片语呢 这个句型 我们大概要特别的提醒同学了 there 后面加上b动词 指的意思叫做有 很多同学呢 在讲有的时候呢 都会把它跟has have 两想在一起 特别要提醒同学 there 再加上b动词 本身就是有 千万不要加上have 所以这边这个子句 他说呢 there were also 好 也有 然后就用 there were 就是表示过去式 那为什么用were不用was呢 因为后面的东西 各位同学有看到吗 一只女人的鞋子 还有一个戒指 这两个加起来 一加一等于二 那他一定是负数 那既然是负数 我们动词当然要用负数 那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在过去 所以我们用过去式的负数 用were 好 所以他说呢 最奇怪的事情就是后面这件事 什么事情呢 里面呢 有什么呢 有一只女人的鞋子 和一个戒指 而且呢 and i'm sure 而且我确定一件事 来各位 这边呢 还是一样 他省略掉了一个that 这个连接词 所以呢 我确定某一件事情 i'm sure that they were not his 我确定这个他们 他们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前面的女人的鞋子 和一个戒指 这些东西 好 这边呢 in底帮各位呢 稍微做一个标示 好 所以这边的they呢 指的就是a woman's shoe and a ring 所以呢 我确定这一件事 好 所以这件事情是什么呢 they were not his 这一只女人的鞋子跟戒指 一看 对方是男生 他怎么可能会有女人的鞋子 跟一个戒指呢 所以呢 they were not his 这些 这只鞋子跟这个戒指 我确定一定不是他们他的 好 所以这边呢 Andy要特别提醒同学了 某人确定一件事情 be sure 因为sure这个字呢 是确定确认的意思 只有人才会有 才会可以确定一件事 所以他的主词一定是放人 那通常呢 他的习惯是会在后面呢 加上一个子句 子句后面就是主词 接动词 不要忘记了 要有一个连接词 那连接词呢 有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省对调 所以就是由 that所引导的名词子句 确定某一件事 好 那接下来Andy 最后呢 这个句子呢 要最后帮各位同学补充的是 his这个文法 那his这个文法呢 在我们的英文里面呢 叫做所有格的代名词 那我们从字面上来看 它有两种 一个就叫做所有格 另外一个它本身呢 是个代名词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不要忘记了哦 既然它是代名词 跟his当作形容词的用法 是不一样的哦 好 如果是有所有格的话 his要把它当成一个 形容词来看 例如说 his friend his money his books his dictionaries 像这些 你要把his 当作形容词来看 但是呢 这个his呢 在这边 其实它就是等于什么呢 它就是等于his 再加上 所有的名词 它后面所带的名词 所以呢在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这边的his 就是等于什么呢 就是等于his shoe and ring 这些东西 绝对不是他的 因为呢 它是一个男生 OK 所以呢 这所有格代名词呢 在我们耳后 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来跟各位呢 相加的介绍 好 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 the man quickly put all his things back in the bag and looked at us angrily 好 我们看这一句 他说呢 那个男生呢 就quickly quickly这个字 来我们看一下 它是一个副词 我们看到它是ry结尾的 对不对 它的意思呢 我们中文呢 就把它翻成所谓快速的 好 那快速的 其实呢 我们以前学过另外一个字 好 那个字 f开头的 就是念成fast 好 所以他说呢 那个男人 这个男人 在这边 是我们的主词 对不对 好 这个是他的主词 他很快的 怎么样呢 很快的 put 什么什么东西 back 好 那我们看一下 put这个字 在这边呢 它是一个动词 好 所以呢 这边有个动词 put什么什么东西 back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句型 把什么什么东西 放回去 我们就叫做 put什么什么东西 back 那我们知道呢 put原本的意思是放 那back的意思呢 本来就意思就是 回来的意思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翻成 放 把什么什么东西 归回 或者是放回去 那在这边的放 是放在什么地方呢 哎 你看 又有一个地方副词片语的 放在袋子里 不是放在地上 也不是放在口袋里 而是放在袋子里 所以我们就知道呢 在这边呢 这个in the back 这个地方副词 其实就是用来修饰 前面这个动词 表示 他把这些东西 放在什么什么地方 好 那不仅仅呢 把所有东西呢 放到他的袋子里面 而且他还做了一件事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个句子 其实它是有两个动词的 主词相同的 都是那个奇怪的男人 而且呢 他还有第二个动作 这个第二动作是什么呢 就是look at us angrily 好 就是呢 非常生气地看着我们 所以呢 这边呢 就有用 透过一个连接词end 来把连接这两个动词 一个是put 一个是looked 那各位同学 不要有没有发生 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look在这边 它是有加ed put怎么没有呢 哦 原来这个put 大家应该要知道咯 put这个字 它的动词三态 是属于不规则变化 也就是说呢 它的动词三态 还是put put 特别有注意到的 所以这边的put 其实它也是一个过去式 好 所以呢 它说呢 那个男人呢 就很快的 把他全部所有东西 都放到 放围到他的带子里了 而且呢 很生气地看着我们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字 这个字呢 叫念成angrily 好 音节 第一个音节念成an 第二个念成gr 第三个音节 副词结为了里 整个字 中音节落在第一个音节 这个字我们就念成angrily angrily angrily这个字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它是从形容词来的 就是angry angry这个字的音节 也是像an 一个音节 最后面要跟各位同学 补充的一个词类 就是angrily 一个音节 gr 念成gr 这个字呢 念成angrily 中文的意思是生气 愤怒的意思 好 所以呢 他很生气地呢 看着我们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句 at that moment the picture of a man the place was looking for came to my mind 好 那我们看看这个字 叫做at that moment 好 at that moment 我们先来看moment这个字好了 moment这个字呢 那它是当作名词用的时候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 所谓的瞬间 那at that moment 在那个瞬间 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 所谓的在那个时候 所以呢 在那个时候 the picture of a man the place was looking for 这个字呢 在句子的结构里面 相对的比较麻烦一点 来我们先把一个一个片语 先把它找出来 第一个就是 the picture of a man 原来就是一个男人 一个男人的什么呢 的一个相片图像 那这边的of介细词 片语 它是用来修饰前面的picture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介细词片语 在这边当作形容词 用来修饰前面的咸形词 这个就是picture这个字 那picture这个字呢 在这边呢 当作一个主词 好 那接下来重点就来了 他说呢 the picture of a man 有一个男子 有一个男人的相片 一个男人的图片 怎么样呢 这个图片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原来他这边省略掉的who 这个关系代名词了 好 这个who呢 它省略掉了 所以呢 这边它其实原本是一个子句 who the place was looking for 一直到这个地方 各位你看得清楚吗 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关系子句 又称作形容词子句 那我们知道关系子句 或者是形容词子句 它都有个特色 它一定要放在一个名词 作为先行词的那个后面 因为它是整个形容词子句 用来修饰前面这个先行词man 所以呢 who the place were looking for 好 那我们先来看 第一个要注意到就是the police 好 the police注意到 它是警方 既然是警方 不要忘记了 它是横为负数 特别注意到 它虽然没有加s 但是不要忘记了 它其实是一个负数 因为我们知道呢 警察不可能只有一个 一个警察局里面一定有好几个警察 所以呢 当我们在police的前面加上定罐词the的时候 我们指的就是警方 那你说警察怎么讲呢 好 警察我们通常会写一个叫做policeman 但是其实现在呢 为了要那个叫做 为了避免一些性别上面的问题 通常我们都会把它叫做police officer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当做police officer 指的就是警察 OK 好 所以呢 它说呢 这个警察呢 正在干什么呢 正在寻找的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片语 这个片语呢 就叫做look for 好 那look for呢 这个look大家都很熟了 look at是看着的意思 但是不要忘记了 look for呢 它却是寻找 所以我们知道呢 英文里面有一些动词 当它后面接了介细词的时候 它的意思会不一样 这个look在这边 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呢 在那个时候呢 有一个一个男人的相片 这个男人的相片有什么特色呢 哦 原来警察正在找这个男人的那一张相片 好 怎么样呢 came to my mind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句子的主词 在picture 而动词呢就在这个地方came 那我们came 我们知道它的意思 原本的意思叫做来 它是come的过去式 但是这边呢 它是有一个片语的哦 来各位这个片语呢 我们就要记下了 叫做come to one's mind 好 那come to one's mind 这个once指的是所有格的意思 是抹人的 所以呢这个抹人想起一件事情 我们的用法就是这边有一个主词 这个主词通常是东西 东西来到一个人的心里面就是抹人想起这件事情 好 好所以说呢我突然间想起呢警察 最近警察呢正在找了一个男人的相片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哦 he was the crazy killer I was so afraid that I could not move at all 结果呢他说he was the crazy killer 好我们看看这个片叫crazy killer 那我们先从第一个字来看起 这个字呢我们英文念成crazy 那crazy这个字的意思呢叫做疯狂的 那killer这个字呢 应该大家也蛮熟的好 killer这个字呢我们就叫做杀手 好那killer当作杀手 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杀手这个字 其实就是在动词kill的后面 再加上一个er就变成杀这个动作的那个人 所以我们例如说我们老师教书教书叫做teach 那教书的人呢我们英文就念成teacher 所以呢他就是那个疯狂的杀手 I was so afraid that I could not move at all 来我们先看一个巨型叫做souda的巨型 那souda的巨型呢相信呢我的同学已经很熟了 souda的意思呢就是如此怎么样以至于 那在这边呢我是如此的害怕 那我们看看这个字afraid这个字的意思呢 词类它是一个形容词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害怕的那不要忘记哦 只有人才会害怕当然你会说小狗小猫也会啦 但是通常我们这个afraid是指有生命有感受的那人当然是最大的一个群体 所以他说呢人be afraid他害怕害怕什么呢 害怕某一件事情我们就可以在后面再加上一个that指句 后面接主词接动词就表示害怕后面这件事 好所以作者呢他害怕什么事情呢他是如此的害怕 以至于怎么样呢I could not move at all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字第一个字呢就是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到的一个蛮常见的用法 那个就是not at all 那这边呢有没有看到I could not at all 那这个not at all在这边的英文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所谓的一点也不怎么样 好所以呢他说呢我呢很害怕是这么的害怕 以至于我一点都没有办法怎么样呢没有办法move 好那move这个字呢四个字母不难背 他的意思呢中文翻成移动 那这个move move呢这个字andy在这边呢顺便帮同学呢做一个所谓的补充 他通常呢可以在后面加上一个接系词to 在接上一个地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中文就翻成搬家 所以呢he was the crazy killer 他想起了那张相片警察正在找这个男人 哦原来这就是一个那个疯狂的杀手 所以呢当然看到疯狂的杀手大家一定会很害怕 所以呢我没有办法移动 因为太害怕了整个手脚都冻住了 好接下来他说 luckily before he could get any closer my mom shouted from far away and the man hurried off into the dark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字 好第一个字呢英文呢我们念成luckily 好我们先来看他的形容词叫做lucky 那lucky这个字呢很多家里没有养狗的有的人呢会把他的狗的名字呢就叫做lucky 那lucky这个字呢其实他的意思叫做幸运的 那我们现在呢把y去掉再加上ly之后呢它就变成副词 我们中文呢就把它翻成幸运的 所以很幸运的注意哦放在一个字手用来修饰整个句子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习惯上要用副词 所以很幸运的before he could get any closer 那我们看一下这边又有一个连接词 before表时间在什么什么事情发生之前 所以他说呢在before he could get any closer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字 close这个字呢我们刚刚已经有学过了 它的意思呢原本的意思就叫做近的意思 好所以close to就是接近靠近的意思 这边呢get closer就是慢慢接近慢慢靠近的意思 所以呢这边连接词后面这个副词子句 由before这个连接词所引导的一个时间副词子句 主词呢就是he 动词呢就是在这边的所谓的get any closer 所以这边的主词动词同学可以稍微看一下它变成一个子句 所以呢在他呢可以在靠的更近的之前 my mom shouted 我的妈妈看到了她就赶快怎么样呢 赶快shout shout这个字我们知道呢它的意思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大声的喊叫 好那这边是从什么地方喊叫呢 各位有没有看到from far away 那这边的from far away呢 它就是一个地方副词片语 这个地方副词片语呢 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所谓的从远处 或者是所谓的从远方 好那这边的从远方从远处呢 那它就是一个地方副词片语 它也是修饰前面这个动作 好它从呢很远的地方 因为妈妈他们在准备晚餐 我们在湖边呢在那边玩耍 所以呢妈妈呢就从远处呢大声的喊叫 and the man hurried off 后来呢那个男人呢就怎么样呢 就hurry off 那我们先看看这个字 这个字呢念成hurry 那hurry的意思呢就是 赶快赶忙的意思 好那这边呢hurry off呢 加了一个off呢 这个off有离开的意思 所以呢hurry off 我们就把它翻成快速的离开 好那这个句子的最后一个字呢 就看这个字呢 这个字呢英文念成dark 那dark的意思呢就是黑暗的意思 好所以呢还好没有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 那么这个文章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下一篇呢影片呢我们将要来讨论 根据这篇文章所提出来的一些选择题的问题